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 退伍軍人維權運動他的這個戰略戰術 他的出路在哪裡,怎麼樣才能夠讓這麼大一批人 幾千萬的退伍老兵能夠拿回他們自己應得的利益 保障他們應當享受到的權利 現在可以說是一個維權運動的時代 維權運動在全國各地可以說風起雲湧 一共有十幾路維權大軍 比較突出的有P2P的受害者維權 強爭強拆的受害者維權 毒疫苗受害者維權,退休教師 被欠薪的退休教師的維權,下崗工人的維權 還有反污染的維權等等零零種種 非常多的人現在都投入到這個運動當中 都要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自己的權利不維護,難道要別人幫忙維護嗎? 不是的,在所有的這些維權大軍當中 最厲害的、最有戰鬥力的 現在也是取得的成效最大的 就算是退伍老兵的這個維權群體 為什麼呢?我總結了一下 有三有,他們是有組織、有紀律、還有辦法 因為這三條就保證了他們這個隊伍 是最有戰鬥力的 有組織就是說他們全國各地的這些退伍老兵 他們都組織起來了 每一個地方的退伍老兵他們都用微信群、QQ群和其他的社交媒體 都聯繫起來了,一有事情 大家一個帖子一發出去,全部都集合過來了 第二個是他們還在全國範圍內 他們也有組織 你比如說像在鎮江幾個月以前發生的那一期維權事件 那全國各地的老兵都得到了消息 那麼有很多人就從全國各地趕到鎮江的那個維權現場 去支援他們 所以說他們是有組織的,而且有紀律 你看每一次退伍老兵維權上街的時候 他們都是排著整整齊齊的隊伍 穿著整齊的服裝,唱著統一的歌詞,打著統一的旗幟 這樣的隊伍他們就有戰鬥力 為什麼有紀律就有戰鬥力呢? 有紀律就說明他們不容易被警察的隊伍衝垮 他們的人就不容易被抓 大家都是保持著一個隊形 人跟其他的這個散兵游泳,烏合之眾就不一樣 烏合之眾啊,那警察一來一衝擊就垮了 把人的那個領頭的人一抓 其他的人也不會去聲援 但是老兵不同,他們有紀律 你衝他,他衝不垮 你想抓人不要緊,其他的人還在那堅持 他們還要去找你去要人 這種有紀律就保證了他的這個有戰鬥力 第三個是有辦法,大家再來看一看 這個鄭江這一次維權 大概是兩個月以前的那一次維權運動 那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過去老兵維權他們都是自首空權上街的 那麼警察就衝擊他們的時候 打他們的時候,抓他們人的時候 他們是被動的承受 靠自己的忍受力、忍耐力來堅持住 那麼這一次就不一樣了,他們改換了一個方法 他們加強了自己的防衛措施 比如說很多人就戴了頭盔了 還有很多人手上拿了一個木棍 木棍都是一樣長的,大概其肩膀這麼高 大概有這個手腕這麼粗,比手腕還細一點 有了這麼一個頭盔、一個木棍 那麼他們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那面對著警察的這個警棍和盾牌 他們有這樣兩樣工具在手上 自衛的工具在手上 那麼警察就會忌憚三分 那麼警察這一次要想衝擊他們 要想鎮壓這3000人的維權隊伍 那警察就要派出4000人、5000人出來 這個就消耗了他們的這個維穩的資源 消耗了他們的這個金錢 那也提高了他們的維穩的這個門檻 讓維穩變得更加的不容易 給他們增加了更多的壓力 這就是這個退伍老兵的 這個有組織、有紀律、有辦法 所以是保證了他們有一定的戰鬥力 但是到現在為止咱們也得承認 現在這個退伍老兵的維權的目標 還遠遠沒有達到 我們還沒有取得成功 沒有取得成功呢 原因在哪裡?原因在哪裡呢? 除了這個大形勢之外 大形勢實際上並不是說完全有利於我們 但是也並不是說我們在這種大形勢下 就沒有取得成功的這個機會 機會還是有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在戰略戰術上面 還有改進的空間 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還有改進的空間 現在我就來給大家提供幾條建議 提供幾條建議 這個維權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麼樣的呢? 維權首先它不是上訪 上訪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原來是因為高層領導不知道我們現實的情況 我們在下面被這些貪官無理欺負了 所以我們要往上走 要把這個情況告訴上面的人 然後他們就會為我們做主、為我們申冤 但是退伍老兵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全國各地有幾千萬退伍老兵 這是關係到這個國家 關係到這個政權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上層怎麼不知道?他們知道的清清楚楚 所以說大家不用去上訪 不用說告訴他們我們現在情況怎麼樣 他們知道的很清楚 第二個維權也不是請約 請願就是說讓你們這些人 你們如果是心裡面還有一點點良知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處境多麼的艱難 我們受到了多麼不公平的待遇 你們發揮一下你們的同情心 發揮一下你們的正義感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這就是請願的意思 維權也不是請願,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政權裡面的很多人 他們是沒有正義感的,他們是沒有同情心的 他們可以每年消耗掉幾千億 上萬億的這個商工消費 他們可以每年這幾千個 這個部級在位的和退休的這些部級幹部 他們消耗掉幾千億的錢 用來給他們自己療養、度假享受、醫療保健 但是他們不願意把這個錢拿出來給我們退伍 老兵來安置一個相對的簡單但是可以有保障的生活 他們不願意 這些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享樂 為了自己的奢侈生活 他們是不會發揮出他們同情心的 他們沒有正義感 所以說這也不是請願 那麼維權是什麼呢? 維權是一場政治戰,是一場心理戰 維權就是要給他們這些人,給他們施加壓力 讓他們覺得不得了,我現在受不了了 你們這麼搞下去要把我們整垮 本來全國這個利益、這個權利有一張大餅 他們這1%的人分了99%的大餅分走了 讓他們自己去享受了 而留下1%的讓這99%的人包括我們老兵在內 去分這個1%的這塊小餅 我們當然就不夠,他們就多得不得了 可以包二奶三奶,他們可以有一百多套房子 現在我們維權就是要讓那些人 讓那1%的人知道 你們如果是不把那個大餅裡面的一部分 劃出來還給我們 我們就讓這個大餅,讓你們吃不成這個大餅 大家都別吃了,就是讓他們感覺到有這種壓力 有這種壓力的時候,他們就說好好好 與其我們大家都同歸於盡 大家都吃不成這個大餅 還不如我現在把這個大餅當中的 比如說50%拿出來分給你們,讓你們去分吧 這樣子我們就維權,就取得了不分的成功 讓他們覺得實在是不行了,壓力太大了 我們把這個大餅的90%都拿出來,那還給你們 這樣我們的維權就徹底的成功了,全面的成功了 這場政治戰和心理戰要打就一定要講究戰略和戰術 他和這個軍事戰爭是一樣的 像很多退伍老兵他們是經歷過真正的戰爭場面的 很多退伍老兵裡面他們也有軍事素養非常高的人 大家一定懂得這兩個字,戰略和戰術 軍事戰爭和政治戰爭和心理戰是一樣的 都需要戰略和戰術,那麼我現在呢 就從這個戰略這戰術兩方面 來給大家提幾條建議 大家參考一下,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道理 是不是可以運用出來,那麼第一條建議呢 就是要全國聯動遍地烽火 我們現在維權有一個模式 這個就是大家從全國各地集中到一個地方 有時候去北京,我記得今年和去年都有退伍老兵 向北京聚集,在北京向最高當局進行維權的 第二種就是在某一個地方發生了一個突發的事件 侵犯退伍老兵權利的事件和侵犯他們尊嚴的事件 比如像落河和鎮江事件 然後全國各地的退伍老兵都到那個地方 去聚集,去聲援他們,去支持他們 這兩種維權的方式,維權的模式 它有效果,但是它也有一個不利的地方 不利的地方就是我們銷貨太大 從全國各地聚集到北京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去的 我們現在很多人生活已經很困難了 要他們花那麼多的錢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再去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維權 這個是很不現實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很容易遭到阻攔 很多人就是在半途中在火車站 在汽車站就被攔截了,這個非常不利 所以說我們現在既要全國聯動 同時要遍地開花 我們退伍老兵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是 每一個地方都有成百上千 甚至是在一個省可能有好多萬的 這樣的維權退伍老兵 我們如果就在本地聚集起來 我們如果是在省政府門口旁邊聚集起來 那麼一個省都能有好幾萬幾十萬的人能夠聚集 去到省政府大家可能一天最多也就是一天的時間 旅行的時間,有些甚至是幾個小時半天的時間 大家到那個地方很容易 如果到那地方還不容易 那我們就到各個地級市的地方的市政府去聚集 或者是黨委或者是退伍軍人安置的辦公室 我們到那個地方去聚集 在本地聚集大家消耗的這個資源就少 大家這個去的人就多 只要大家聯繫起來了 那麼在不同的地方同時起事聯繫起來了 就會產生大家聚集在一個地方一樣的效應 一樣的效應,而且他們不容易攔截 我從家裡面到市政府那地方半個小時就到了 你怎麼攔截呀 在一個地區有幾千個上萬個這樣退伍老兵 你怎麼攔截呀,根本攔截不住 我們參與的人數多了,他們就不容易攔截了 所以這種遍地開花的這種模式 就讓他們根本沒有辦法來阻攔 根本沒有辦法來鎮壓,所以這是第一條 那麼第二條就是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以前的這個維權事件就是當局 他們給了一定的一點點好處 然後就打發我們回家了 大家就一看見,好,說這次就算了吧 階段性的勝利,但是如果是這樣一種搞法 我們就永遠得不到我們需要的 我們想達到的那個目標 每一次就是走兩步,然後又退兩步 又回到了原點,他給你幾百塊錢 幾千塊錢那能解決多少的問題呀 能夠幫我們養家糊口嗎 能夠解決我們子女的教育問題嗎 能夠解決我們老人的養老的問題嗎 能夠解決我們自己將來下半輩子的問題嗎 不能,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堅持住 不達目的事不罷休 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維權 就在那個地方駐紮下來了 這個地方離我們家也不遠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後勤保障 都容易達到我們這個維權的現場 我們就容易堅持下去 我們還有各種親戚朋友 那佔有老鄉的他們的支持 有他們的支持我們就能夠長期的堅持下去 直到我們完全達到我們所要求的 那所應當享受的那個待遇為止 這是第二點,那麼第三點呢 是軍民一家,那齊頭並進 剛才不是說了全國現在有十幾路維權打軍 我們現在只是其中的一支 如果是也動員其他的那些維權大軍 跟我們一起來進行維權的話 那麼只要我們這個消息一發出去 只要我們做出了這樣的一種舉動、一種姿態 那麼上面的那些人就會怕得要死 他們就會把我們所提出來的要求 要仔細的考慮能夠滿足的要盡量的滿足 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是把他們一動員起來 那這個上層他們不就架不住了嗎? 他們的壓力就會把他們壓垮 他受不了的時候他就會答應我們的要求 記得一定要號召其他的維權大軍 P2P的、下崗工人的、退休教師的 反污染的、反強拆的 動員他們一起上,大家不要有呀 不要小心眼的有呀,他們上了就會分了我們的大餅 不會的,上層、高層、當局、全市集團 他們那個餅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 你想想中國人這麼勤勞 在全世界各地的都是發財 所有的華人社會除了我們中國的華人社會以外 所有的華人社會香港的、台灣的、新加坡的 美國的、加拿大的 他們都是發達的社會 大家都享受醫療的,都享受各種福利的 為什麼呢?因為華人勤勞,因為華人肯幹 華人還節儉,那麼華人做事情非常的認真 就是在中國我們沒有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中國大陸的華人 比全世界其他各地區的華人都要勤勞 我們創造的價值比他們更多 但是我們又享受到,是因為被那些權貴階層享受到了 他們他們手上有很大一張餅 全國人民各地區的人民 所有的維權的人民都來分享那張大餅 大家都足夠可以過上好日子 所以說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怕那些底層的老百姓 怕那些維權的人來分我們的餅 是要讓這個高層,是要讓權貴集團 要把他們的餅拿出來退出來 各樓大軍一定要齊頭並進 那麼第四個這個建議呢 就是要後院放火,這個招引同道 所以後院放火,後院是哪裡啊? 這個政權他們能夠維持下去 靠的是有一個堅實的軍事力量做他們的後盾 那就是我們過去的戰友啊,那就是現役軍人啊 如果我們退伍老兵不向高層喊話了 我們直接向現役軍人喊話,告訴他們 我們的現在就是你們的將來 雖然他們現在承諾給你們很多很多的福利待遇 但是一旦你們退了伍之後,你到了地方之後 所有的那些地方官員都在上級的默許之下 都會把我們的這些利益,把我們的這些權力要剝奪乾淨 所以不要相信他們,看看我們你們就知道了 自己將來會是什麼樣的處境 直接向那些現役軍人喊話,那就會把高層嚇死了 因為你這是釜底抽薪啊,你這讓他們還活不活啊 他們一感覺到現役軍人也有可能對他們起二心 一定會跟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 會對他們產生不滿的那種時候 他們就會慌了神,他們就會來跟你們講 好了好了,別吵了別吵了,答應你們的要求 這就是後院放火這一招 那第五個呢,五個建議就是要聯絡高層,步步移政 我們大家都是從軍隊裡面出來的 我們過去都有長官的,這個營長上面有團長 現在沒有團長,現在是旅長,在上面有師長有軍長 那這些人我們只要聯絡得上的,就跟他們聯絡一下 大家都來跟他們寫信,都來發明信片 跟他們發Email送短信 只要聯絡得上的,就要拼命聯絡 告訴他們我們現在的處境,告訴他們我們的不滿 而且要告訴他們,你們一定要為我們這些老部下要謀福利 你們一定要有正義感,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 你這麼一說,這個權貴集團又會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就覺得 這時時刻刻,軍隊裡面的高層可能會對他們不滿 可能會對他們下手啊,嚇死人了 這是第五招,這是第五個建議 那麼第六個建議就是運用媒體大造輿論 現在退伍軍人我們真是非常實幹的 維權一點都不含糊,大家真是衝在第一線 但是我們沒有把媒體用好 很多人他們不會上網 很多人他們不會對媒體講話 我這個媒體不僅僅是指國內的媒體 國內媒體很多被控制了,他們不敢說 我這個媒體主要是指海外的媒體 因為現在地球是一個地球村 我們這個媒體,國內的媒體不聽我們的,不報我們的 我們可以通過出口轉內銷的方法 先向海外的媒體講話,然後海外媒體 他們自然會通過各種渠道又傳到國內來 造成一種媒體輿論的聲勢 這個聲勢用好了,我們這個維權運動 它的聲勢,它的力量就會成十倍的成百倍的擴大 我們可能只有幾千個人一萬個人在某個地方聚集了 但是我們通過媒體,我們聚集的聲勢就會傳遍全國 讓幾百萬人,讓幾千萬人,幾億人都感受到這個力量 都會從內心裡面支持我們,這就是我們的力量的來源 這就是我們所能夠尋得的支持 第七點就是要翻牆下載,保障安全聯絡 為什麼要翻牆呢?現在中國的這個互聯網 實際上它是一個局域網,它是在周邊建了一道所謂的長城防火牆 讓牆內所有的這些信息流動 都是在他們的監控範圍之內,他們有通過各種各樣的搜索的方法 這個過濾的引擎,讓所有的對他們不利的消息 全部被他們看得見,讓所有的這些聯絡 全部在他們的監控視線之內 那麼我們打仗一定是要有情報戰的 我們如果打仗的時候,我們的動作被對方看得清清楚楚 那我們還怎麼打呢?這個仗不就肯定,就打不贏了嗎? 即使是不輸的話,打不贏已經是肯定的了 所以說這個狀況一定要改變,怎麼改變呢? 就是翻牆,翻牆出去到牆外,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 我們去找到我們的通訊聯絡的工具 有了這些通訊聯絡工具,他們看不見我們在幹什麼了 看不見我們在商量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他們也不知道是哪些人組織的活動 他們也抓不到頭目,這種時候他們就難辦了 那麼這個工具有哪一些呢?有非常多 我現在給大家推薦一款,說多了也不用 大家也記不住,推薦一款,這個叫做Telegram 是一個英文的點對點的互相聯絡的社交軟件 這個軟件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 在前兩年在俄羅斯他們曾經就通過這一個 組織了很多很多的遊行 俄羅斯有一次遊行當中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場面 就是從這個天空上面,從這個街道兩邊的樓房上面 飛下來很多的紙飛機,這個紙飛機就是這個電報 Telegram這個軟件的它的logo,它的標誌 在當年俄羅斯的大規模全國性的遊行當中 這個電報軟件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現在我也給大家推薦一下 Telegram.org,這就是它的網站 請大家跟周圍的這些朋友跟他們的子女就去問一下 如果是我們不會英文的 讓這些會英文的子女、年輕人幫我們大家來安裝 安裝了之後把它改成漢化版,一個人有了這個軟件之後 再向周圍的其他的戰友同道向他們傳播這個軟件 大家都有了這個軟件,大家互相加了好友 大家互相組了群,大家互相建了頻道 那麼所有的人都通過重大的行動 都通過這個軟件來商量,當局就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幹什麼 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打擊到他的 我們就可能出擊到他們沒有防備的地方,我們就可能贏 最後一點建議就是要同步共振,引發共振效應 什麼叫同步共振呢?就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是在全國各地分散的這幾千萬人 如果說我們在一年365天天天都有 在不同的時間天天都有抗議,天天都有維權 在不同的地點維權,那麼我們的力量 我們這個行動的頻率就不一致 行動頻率不一致的時候人家看見的只是分散的 小規模的小的維權事件,那麼他們很容易鎮壓 我們又不容易造成聲勢,如果是全國各地的 這些退伍老兵大家都在同約定同一個時間 約定了少數的地點,約定了很多人 在這樣同一個時間少數的地點一起行動 那麼我們行動的頻率就一致了,我們的口號就一致了 我們的訴求就一致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產生一個互相激盪,互相引爆的 這樣的一種共振效應 這個共振效應發揮出來不得了,不得了 這個共振效應發揮出來 那比原子彈還要厲害,比氫彈還要厲害 就會讓這個上層最高層,讓他們感受到這種震動 讓他們感受到這種壓力、這種危險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老老實實的 他們就會迅速的答應我們的要求 因為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他們自己可能什麼都保不住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今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探討維權的方法、維權的路徑 謝謝大家,再見 有心的朋友也希望把我這個視頻轉化成音頻 轉化成文字,向全國各地的這些退伍老兵向他們推薦 尤其是這些退伍老兵中的組織者,他們的領頭人 同時也在此我要向這些人,這些退伍老兵表達我的敬意 你們幹得好,你們非常棒 你們是全國社會底層老百姓維權的領頭人 希望你們再接再厲,取得成功 謝謝大家,再見 謝謝大家